好的 那话不多说 我们赶紧赶紧请出今天直播间的最重磅的福利 让我们欢迎我们金志尊珠宝品牌代言人徐凯 欢迎凯凯 哈喽 主持人你好 你好 谢谢 谢谢 大家好 高兴介绍大家 我是金志尊珠宝品牌代言人徐凯 欢迎 欢迎徐凯 今天应该可以说是作为代言人首次来到品牌的直播间 心情怎么样 非常紧张 非常紧张 对 现在凯凯特别有意思 她其实在开场前做了很多的功课 她说这个直播感觉好像比拍戏还略有一些紧张 所以你们待会儿一定要在留言区给她多多鼓励 给她多多留言 凯凯真的很棒的 好 我也想问一下凯凯 其实作为我们金志尊珠宝的品牌代言人 你们合作也已经很久了 到底是如何与品牌结缘 而她在你这个心目当中金志尊又是怎样的品牌呢 我觉得作为中国香港品牌 金志尊珠宝一直以来她都是很认真很用心去对待每一款产品 北京活动也会非常有意思对吗 对对对那是我们第一次是在北京 当时的好像说是整个布置啊 产品陈列是不是都会很吸引你 很震撼 然后也很创新 还有就是给 而且也给了很多我们能够跟粉丝一起互动的时间 对也因为这份爱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这个直播间又再次看到了许凯要跟所有的金志尊的粉丝 还有我们凯凯的粉丝好好来分享一下我们即将首发的全新单品了 那其实在今天这个新品发布之前我们也知道许凯是为了这个品牌拍摄了全新的广告片 那能跟我们来稍微剧透一下 其实在这个拍摄过程当中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只能说新品非常的亮眼 非常的善 然后配合上品牌敢想敢做的理念 我觉得很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 大家快看一看 好的那你既然这么说了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 那看出来我们许凯对我们金志尊珠宝非常喜欢了 那这一次他为我们战量钻石系列拍摄的全新广告片 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让我们好好来欣赏一下许凯的战量时刻 对生活没怕过 对爱情更要敢想敢做 爱情从来不是我的全部 但正是这全部爱情 塑造出这个更强大的我 爱的纯粹 更要爱的无味 爱我所爱 金志尊珠宝 点亮每一个敢爱的你 说实话 这个广告片只有30秒 你刚刚也说这么快 我觉得你自己看了应该都会意犹未尽吧 真的还没有感觉 感觉就好快 对对对 而且我觉得整个广告片拍的是很有创意 就是所要表达的那种态度就挺酷的 就像你刚才这个旁白当中有说 就是爱好像要爱的纯粹爱的无味 对 对就像我就是说的 战量钻石系列那样说的 就是说的 战量钻石系列那样说的 敢想敢做 然后做更自信的自己 对做更自信的自己 而其实我刚才听的就是说 你旁白当中说 要爱我所爱 爱的纯粹爱的无味 其实也很像是粉丝们 他们对你的那种心理的感觉 是的 真的是这样 所以爱就可以让我们会变得更加自信 而我们的金志尊珠宝呢 也正是去点亮每一个敢爱的你 那其实让许凯如此倾心的品牌呢 又将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现在我们就是在现场就要准备了四个手牌 上面呢 其实分别会写着个性 百搭 更时尚 更闪耀 好 现在我们需要许凯 你来选出觉得符合我们 战量钻石具备的特征 然后将这个手牌展示给我们镜头 依次是吗 对 你先看一看 你会首先选择哪一个 还是说你觉得四个都需要 那首先我觉得 战量钻石系列 那肯定要更闪耀了 更闪耀 好 更亮 然后呢 第一个 更时尚 对 能够迎合当下所有年轻的审美 明白 更时尚 好 个性和百搭 嗯 你为什么去看 百搭在个性 我觉得这两个是离不开的吧 个性摆搭是一起的 对 明白 所以这四个手牌你都选择了 觉得说也都是符合品牌的 是的 是的 嗯 好 那到底这四个特点是不是呢 符合我们全新的战量钻石系列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倒数三秒 会给我们什么惊喜 嗯 三 二 一 哇哦 看到了吗 其实在我们这边会有一个小小的亮灯仪式 我们的战量 Love Glitter已经是完全被点亮了 所以接下来 我们的徐凯答案已经全中了 全新的战量钻石系列要揭开神秘面纱 我们就要带大家去近距离看一下 我们的战量系列的特色和与众不同了 那当然了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战量系列的产品 都已经全部在购物车里开放购买链接了 那全新的战量系列呢 它包含了全套的吊坠 戒指还有耳饰 感兴趣的各位粉丝朋友们 一定要记得点击购物车进行了解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战量系列的特殊工艺 大家可以看到镜头了啊 战量系列呢 它采用的是全折射的双火彩叠加工艺 可以使折射而出的这个火彩的效果 比普通钻石更加出众 所以视觉效果就会更为亮眼 而且有多层的立体结构镶嵌 在同等大小的分数情况下呢 视觉效果可以比普通的钻石更大更闪耀 那今天为大家带来其中的两款主打款号 第一款呢就是这个方形的 是采用了经典的立体四爪形的镶嵌 那两边的戒壁呢是镶嵌了小钻石 上面的每一颗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在主石的周围就会有一种像重心簇拥的贵气的时尚感 我们同样也可以再来看一下 这一套呢在经典的四爪形的基础上呀 也是把传统的圆爪细细地打磨成了一个浪漫的新型的香爪 就像爱人温柔有力的拥抱一样 把你包裹起来 相对呢会更加的柔和和可爱一些 嗯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反送 真的满眼都是bling bling的 是不是 好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哈 我现在来拿起来 嗯 OK OK 这个来看一下 好 我们现在要拿起来的看一下 就是在我手上的这一款 哦 它是一个方形的设计 大家要仔细看哦 我们的借托侧面呢是刻画出了一个V型的设计 摄影师可以来给一个特写 嗯 折射出来的钻石闪耀汇聚成了一个光点 就可以让指尖呢闪烁的V光 如同烟火般的进行绽放 来点亮你的世界 其实说实话 平时呢我佩戴钻石系列的机会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这款产品呢真的会让我眼前一亮 就感觉它和普通的钻石的柔美感不一样 会显得更加的充满时尚感 而且也提升了整个气场 当然我相信很多粉丝们细心的话也会跟我一样 发现了今天许凯也佩戴了我们的闪亮首饰 不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嗯 我今天佩戴就是 战亮钻石系列的戒指 叫胸针 嗯 因为我今天颜色穿的衣服比较深 对 所以就需要有些闪闪发光的点在我身上让人眼前一亮 嗯 所以我就佩戴这两样 对 这个佩戴的方式还挺特别 我本来以为你会佩戴在这个衬衫的一个领结 上面 对 它其实都可以 嗯 那我觉得配在这 就是分在什么场合可以多样性的一点 对呀 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新的一个搭配的小tips 其实不管是男生和女生 有时候我们穿可能深色的衣服 或者说 比较暗一些的衣服 那这个钻石是最好的一个搭配 还有点缀 可以有一个锦上添花的效果了 那我也想问一下 许凯你平时会怎么样去挑选视频来点缀自己呢 嗯 因为平时就是出席工作场合会比较多 所以挑配饰的时候也会比较心思缜密一点 然后注重一点 因为我觉得配饰它能够起到点睛之笔的效果 嗯 所以就像我们今天我穿的这样子 战量短视系列 嗯 拎不拎的 对 发光 嗯 就像战量短视系列说的那样子 点亮每个感爱的我们 嗯 魅力加分 对啊 为你们的魅力加分 非常同意 所以选对了珠宝视频 真的会给我们就是增加很多的自信感 那战量系列呢 除了刚刚我们介绍的这几款 还有一款小V光 是我们的代言人许凯特别为粉丝们挑选的宠爱版的视频 嗯 也要在今天这个直播间首发分享给大家是不是 是 好 现在我们就让许凯来给我们揭晓一下小V光 好不好 嗯 嗯 好 就是在这里 好 来看一下 我要拿过来吗 你拿过来你可以拿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摄像老师可以来推一个特写镜头 开开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就是战量系列的小V光 嗯 非常闪亮又日常百搭 嗯 我觉得女生都会挺喜欢的 对 是每一个女神我觉得都会很喜欢 嗯 那真的可以看一下 仔细看一下哦 小V光听名字就觉得很可爱 它是一个V型的造型也非常的别致 就像是光直射在我们钻石的切面的弧度 会去成了一个光点 就是当中的这一颗闪亮的钻石 运营呢也很浪漫 就是你是我的光 占量了我的世界 它也分K白和K红两个颜色可以选择 当然今天呢 许凯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是为了各位粉丝们送上重磅的福利 而第一个福利呢 就是为我们点亮了这个战量系列小V光 带来一个特别特别啊 非常棒的价格 大家可以仔细听好 那我们的战量系列的小V光 直播间呢 限时限量首发 今天在直播间 你购买一件产品会包括很多 会包括刚才凯凯给我们展示的一个小V光的吊坠 还有一条品牌定制的银项链 以及一个限量的魔方礼盒 还有我们许凯的明信片一张 可以给大家做一下演示 都在这当中 那以上这么多内容 通通包括进去 价格是999元 那限量是100件 但是不要着急 那第一百零一位开始的粉丝强大的产品 也会有一条我们品牌定制的银制的这个项链 还有我们凯凯的明信片以及品牌专属的一个礼品包装 但是呢就没有这样一个魔方了 所以如果我觉得你自己带或者说送给闺蜜或者另一半都非常适合 嗯 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今天直播结束后 那这一款的小V光它就会恢复到原价是1680元 所以如果你喜欢的话 各位粉丝们一定要在直播间里面尽早下单 这也是我们今天金时尊主宝为我们品牌直播间的各位粉丝们所准备的超级的重粉价 好了 那说了这么多 这一款小V光还没有上架 我觉得要请我们的许凯来为大家开启小V光的首发好吗 好 好 很有底气啊 你来数倒数三个数就来开启 嗯 三二一 好 开启 开启战亮系列小V光 好呢 链接已经开启了 大家赶紧去购物车挑选凯凯为你们清选的这一款小V光 我觉得它的造型就很特别 其实我会看到另一种寓意 就很像是你的这一个手这样的举了一个V 你把粉丝们就比作这是一颗小小的这个钻石 你去守护它们一样 哎 有这个寓意的话 你把它戴在胸口就感觉 嗯 每天我跟凯凯是在一起 我们心是连接在一起的 所以呢 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说 福利里面有一个限量的魔方礼盒 我觉得凯凯应该也注意到了吧 嗯 这一款你研究过吗 很特别哦 嗯 这款是限量战量的魔方礼盒 对 主要是很酷很好玩 哎 既然是这样 你也知道很酷很好玩 暗藏选机 要不要现场给我们粉丝朋友们来展示一下好吗 好给你们展示一下啊 好 嗯 叹喽 叹 这样子的哦 前一百我粉丝就可以受到这样的一个礼盒 打开来先看到小V光 嗯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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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哎 我在这 好 我先帮你拿出来 好的 还可以从这个角度把它打开 然后呢 这个魔方还可以变成什么样 然后呢 然后再翻 变这样子了 哎 你看 展示出来 就可以当成是一个很棒的摆设 可以帮你的这个饰品 对的 哇 如果你想拥有这样的一款小魔方礼盒 赶紧赶紧下单 真的名额不多了 而且今天呢 我们的价格呢 也是非常的优惠 就是999 如果呢 离开我们今天直播间 你明天再下单 那可能就会恢复原价 就要1680元了 所以希望大家 不光是可以送给自己 也可以送给朋友 对 也可以送给家人 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礼物 当然就是也要再次提醒大家 一定要趁早下单 好不好 我们也希望这个 前100位粉丝们 你们可以都有好运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跟 许凯来玩一个 跟这个礼盒有关的游戏 给我们粉丝们送出更多的福利 好吗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6个战量魔方的专属礼盒 那有的是空的礼盒 有的是有惊喜的礼盒在里面的 那待会你拆到空礼盒呢 就要来接受惩罚 所以你可以从中选三个来拆 看看你的运气如何 好 你先选哪一个 那我先选礼 我最近的这个吧 好 最近的这个 看一看到底是惩罚呢 还是惊喜礼物呢 是什么 惩罚 你看这个表情 我觉得没关系 接受惩罚嘛 来 惩罚请选择一下 这里有提卡 随便选一张对吧 随便选一张 中间这个吧 好 中间这个 啊 单单 Wik挑战 这个对你来说很简单吧 这个很简单 这个很简单 那我增加难度 你得出来三个Wik挑战的感觉 出来三个 三种不同的 三种啊 就两只眼睛这样杂也算一种是吧 可以啊 好 来 看我们的特写机位 摄像老师准备 各位粉丝们准备 关于凯凯的Wik 刚刚这个动作就很可爱 两只眼睛 一只眼睛 好 哇哦 有点生硬不好意思 好 没关系 导演 三二一 打板 一只眼睛 该在大了吗 但两只眼睛 两只眼睛 两只眼睛 哇哦 好可爱 还有一种是吧 还有一种 你还想玩什么 还有一种什么 就 你会挑眉吗 这样 哦 左边会挑吗 哦 你都可以 那一边挑眉 一边Wink一下 可以吗 一边挑眉 哈哈哈哈 哦 听到了 OK 哇 太可爱了 你们应该都已经抓住这个表情包了 真的 你五官还有哪里会动的 耳朵会动吗 会啊 耳朵也会动 可以动一下吗 动了 哎呦 哎 顺风耳 果然 哈哈 OK 好的 我们来赶紧下一个 第二个来看一下拆哪个礼盒 嗯 哦 这又放回去了 这是我刚拆的那个吧 对 这是你刚刚拆的那个 嗯 拆这个 拆这个 啊 期待是礼物吧 看看 真好 又没有 真好 你看 他站在你们角度来考虑 真好 又可以给你们送福利了呢 好的呀 你选哪一张卡片呢 嗯 那我选这边吧 这一次 对 这个 这个 哎 这个也是你们想的 但是我希望 帅气五连拍 帅气五连拍 对你来说难度也不大 嗯 帅气五连拍 先来第一个 你要什么场景下怎么帅气 那肯定是 一个V啊 小V光 哎 这可以有 好 第一个过关 好 两个V光 两个V也可以 双V 再消耗一个机会啊 两个V K白和K红 双V 全部拿下 第三个 哦 比心 哦 好 第四个 还有什么 帅气五连拍 要帅气的 我感觉你很萌哎 今天 帅气五连拍 帅气 要霸道总裁分嘛 今天毕竟穿着西装 感觉要谈很多的项目 好 哦 还是 好可爱 今天是 哇 太好了 太好了 真的有被帅到啊 太棒了 哎呀 你们都get到了 好 没有get到赶紧看回放啊 也可以 好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继续一个礼盒 你选哪一个 紧慎一下啊 对 我就选这个 啊 蛮偷懒的选中间这个 到底会不会是惊喜礼物呢 看看看看 我看到不灵不灵的东西了 在这儿 有了有了 亮闪闪的东西 你们刚才应该已经很熟悉了 这就是我们本资互动游戏里面的惊喜礼物 要送给大家 就是我们的小V光 对 哎 既然你抽中了我们的惊喜礼物 嗯 那还是送给大家好不好 当然了 OK啊 必须的 对 这个是从魔方里变出来的 嗯 那我们今天这个限量的魔方礼盒呢 就是也要送给粉丝 不过在送之前呢 我觉得 哎 开开就是希望能够再试个小魔法 要不要在我们礼盒上面签个名 变成一个独一无二的礼物 好的 我希望六个你都能够签 可以吗 好的 好的 好 来 嗯 OK 好 太充分了 他会在这六个战量魔方礼盒上 都一一签上自己的名字 哇 凯凯签名的时候也特别的认真和专注 就很像 好 给大家先展示一个 让凯凯签另外几个 好的 你们先可以看一下 他刚刚签的第一个 签完了之后 上面还画了一个好像笑脸 爱心 爱心 对 还有个小V 太充分了是看得到吗 嗯 好 摆着不动 哇 你看 爱心和小V 小V光就送给你 哇 这个签名也签得很好看 当然你也可以每个变换一下 或者有些别的涂鸦也可以 这样大家就知道 这个它是签的第四个被我自己抽到了 或者第几个是我拿到的 当然有了 有啊 灵魂画手来的吗 灵魂画手的 来看一下这个 你想 这两个呢 上面说画了一颗五角星 星星代表什么意思 看看 星星就是 闪闪发光啊 是你发光 还是他们在你心里发光 他们发光和他们在我心里发光 啊 好好好 那就相当于 好的 可以一起闪亮 一起被点亮 好 最后一个了 你要怎么签 最后一个怎么签 嗯 怎么签呢 哎 好认真的孩子 还写了 哇 这个有点偏心了啊 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你自己展示 看看这个 没肉酸了 写一个love you 写一个love you 当然这六个待会儿 都会在我们的直播间 一一要抽奖给大家 好 谢谢凯凯 那既然都已经签好了 那到底会是哪几个幸运玩 有这个机会呢 我们赶紧进行第一轮抽奖 好不好 要提醒大家 今天我们会有三轮抽奖 有六个小背光的限量产品 礼盒将会在三轮抽奖中 陆续送给大家 但是千万别忘了 怎么样可以抽奖呢 先要领取资格 就是要关注我们的 金志尊的直播间 成为粉丝 成为会员之后 我们的福利警队粉丝有效 好 第一轮抽奖 马上开始了 那许凯 为大家想一个关键词 大家评论区就可以刷起来 嗯 那就 战量小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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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赶紧可以打起来 好吗 那我们稍后会截屏 抽取一位幸运观众 送上我们刚刚 许凯签名的 其中的一个小微光的礼盒 里面包含了 许凯签笔签名的 魔方礼盒 小微光的吊坠 还有品牌定制的 一条银项链 以及许凯的明信片 那我们待会会截屏 第一位粉丝 就可以获得本轮的大奖 好 战量小微光 大家赶紧刷起来 哇太多人刷了 嗯 好 那你倒数三个数 我来帮你截屏 好 三 二 一 OK 好 接到了 我来看一下 第一个粉丝 不想跪搓板 恭喜你 不想跪搓板 好 来 我们的摄像老师 可以看一下 拍到了吗 这男的吧 这粉丝 不想跪搓板 那男的也OK啊 他买了就是 中奖了 可以送给自己女朋友 恭喜你 恭喜你 好 OK 好的 恭喜这位粉丝 一定要记得联系 我们的客服 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以及你的这个寄送地址直播之后呢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把大奖送到您身边 当然如果你还没有中奖 千万千万不要灰心 要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因为之后还会有两轮抽奖等待大家 之后也还会有五个小微光在等你 说不定下一个信用儿就是你了 好的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小微光 也别忘了在点击购物车里面了解产品 当然今天的现实优惠只有在今天直播间才有了 好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跟凯凯来聊一下好不好 聊一下关于你的一些演艺工作 我们也知道这个迷航昆仑区杀青不久 对的 而且听说是十月底又要进剧组了 过几天 过几天就要了 对 过几天就要进了 那就短暂的这几天是休息的时间 假期的国庆假期的时候 在家待了有十天左右 十天左右 待了一阵子左右 然后呢就这几天就进行拍摄 嗯 去做 那这是如果在不工作的时候 工作之余你会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 其实见到家人就很开心 就是陪着家人 然后吃家人做的饭啊 父母做的饭 然后睡觉休息 真的 对 偷懒 偷偷问一下你自己厨艺怎么样 吃家人做的话会给家人做饭吗 我其实上一次就这一次回家要自己买点菜试了一架 然后吃不下去 你做的什么菜 小炒肉啊 然后尖椒炒蛋啊 你喜欢吃辣的 对 我喜欢吃辣的 但是都失败了 太久没下手了 没关系 我觉得你会有很多进步空间 是的 我也其实也很想知道说 我看了一下你的一些拍摄的这个片子啊 我觉得你是个很多产的艺人 嗯 对 其实做演员来拍摄那么多角色 你觉得给你带来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 能让我学习到很多东西 是生活中很难有时间去专注去学习的 比如说骑马啊 射箭啊 嗯 然后各种兵器啊 各种套招啊 嗯 还有威亚啊 哇 空中飞来飞去也讲究什么翻身啊这些 嗯 还有就是他可以 嗯 去经历每一个不同角色的一个 呃 故事 明白 对 人生 对 就是等于就是把别人 或者说你不曾想过的那个人的人生 感受了一遍 活了一遍 对对对对 我觉得你是个特别会共情的人 就是有时候 我记得 呃 之前好像还看过说你参加一个演技派的节目 你看别人就是在对戏的时候 你在旁边还会默默流泪的 会 因为呃 我其实挺容易就是 就是很容易就把自己投入到 呃 我看的 看的场景之中 嗯 好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就叫做战量嘛 那如果好像到现在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属于你自己的战量时刻吗 是什么时候 嗯 勇于面对工作的每一时刻 然后去找到自己最战量的时刻 并抓住这个机会 嗯 你刚刚其实提到的很多 在演戏当中体验的不同场景 嗯 可能都是战量的高光的时刻 对对对 嗯 就算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小危险 或者说有一些 啊 小的那种 觉得对你来说很大的尝试 对 但你都是克服了自己的很多心理方面的压力 嗯 都去慢慢地去把它给战量 绽放出来了 嗯 那这些啊 还有没有什么角色是你特别想去体验的吗 还没有体验到的 嗯 嗯 一直想说就是 嗯 军人啊 警察 热血的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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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一想到这就很热血 就是 嗯 作战的 明白 情非啊 这些 嗯 我觉得凯凯身上也会有一种 非常正能量的那种感觉 你希望以后可以在这方面的题材当中 看到你的身影 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说是战量的时刻嘛 嗯 你会不会就是在战量的时刻当中 啊 会跟自己的家人去分享 哪怕是 你是那种报喜不报忧的呢 还是说不管什么都会跟家人去分享的 嗯 我是报喜不报忧那种其实 嗯 因为 而今千里母担忧嘛 那家人肯定是 很担心我的 不管在外面怎么样 对 对 那而说到另外 就值得你去分享战量时刻的 应该就是你的粉丝 嗯 他们追踪了你的很多的行踪 就关注你的每一次的 成长和进步 所以你觉得你跟粉丝是怎样的一种关系呢 嗯 相互扶持 然后共同成长 然后共同进步 共同成功 哇哦 很好耶 很耐人寻味 共同进步 要共同成长 嗯 我觉得成长这是最关键的 像刚刚自己说的啊 面对生活要拿出那种勇敢的态度 你要去感想改作 就像刚才slogan一样 才会有机会去收获属于自己的战量时刻 嗯 也就像我们的金志尊的新品一样 战量系列的理念 让每一段时光都可以更加的热爱 更加的闪亮了 那说了这么多 我们要再进行第二轮游戏了 嗯 你准备好了吗 嗯 好 我们要来给你 哎 准备几组图片哈 嗯 来 你先来看一下 你觉得画面中的水平粗现是什么颜色的 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 呃 乍一看你觉得是什么颜色 渐变灰 渐变灰 嗯 OK 那再看看这张图 中间蓝色的圆圈 哪个大 哪个小 其实这这种 这个图我以前好像有看到过 这种比 这种视觉游戏 但是呢 呃 其实是一样的 嗯 但是这个看起来会大很多 对 没错 那我们再返回到第一张图 嗯 很多人这个乍看第一眼哈 都会觉得说 哎 这是一个渐变灰的条啊 嗯 但其实呢 凯凯来帮我们一下 好的 嗯 你来帮我们挡住上面 我来挡住下面 这样看 好 你看 当上面和下面都遮住了之后 它其实中间的粗线条 就是一个纯色的灰色 然而 这个条形背后的渐变变化 就可以使它看起来像是条纹本身的颜色 所以呢 你看 是不是 有时候发现 嗯 看到的 好像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 对 而刚刚凯凯也自己说了 第二张图呢 中间的蓝色圆圈大小是一样的 对 只是因为旁边的圈圈大小 让你产生了错觉 误以为好像是这边的 比这边的要大 那以上两张图呢 都是这个是错觉的一个图 那眼见并非是真实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嗯 再让凯凯看一下 嗯 我们戒指做上的这两个视频 哇 哪个更大 肯定这个啊 哪个 这个更大 对 拿起来仔细看一下 对比一下 好 这个 嗯 这个大太多了 这个大太多了 对 摄像老师的镜头可能 看到吗 拍出来也是觉得说 这个大太多了 嗯 对哦 这样一看 这么难拿 好明显 看到吗 我们的这个特写 是的 徐凯说的这个更闪亮的呢 就是我们的 战量系列的钻石 在这里 我可以隆重揭晓一下 其实这两个钻石 都是一颗拉的 一模一样大小 你知道为什么了吗 为什么 为什么 有什么特别的工艺 你知道了吗 我知道 嗯 战量系列特殊工艺 嗯 视觉效果上面 就会比同等克树拉的 嗯 比同等克拉树的 钻石显得更大 更亮眼 太聪明了 没错 这就是我们 战量钻石 这次系列的 就是全新的一个 全折射 双火彩的一个叠加工艺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除了我们的钻石 折射出来的火彩以外 其实它周围 你看 围边的一个车花片 像不像相立圈花边一样 也同样可以折射出火彩 而我们呢 通过了多层的 立体结构的镶嵌 就让这个双火彩都叠加在一起 全部的光线都能够折射出来 真的在视觉效果上 就会比同等的克拉树的钻石 更显大 更亮眼了 对 这个真的好大 看上去像是两克拉的 那说了这么多 诶 我觉得 凯凯还在仔细研究 对 我刚刚真的是被吸引了 我一直在看 对 我觉得女生的话 真的 男生很值得入这个 去来奉献给女生一看 哇 这个钻石好大哦 嗯 其实这个是我们的 金指尊特别的工艺 那既然说了这么多 我们再赶紧发一轮福利 好不好 好的 好 今天直播间呢 真的是福利多多 除了刚才的六个小笔光的限量礼盒 也包含了我们徐凯的 亲笔签名的魔方礼盒 还有我们的小笔光的一个 吊坠和品牌定制的银项链之外 还准备了五张自己的明信片 嗯 就在这边五张哦 待会儿我们还要让徐凯 要亲笔签名 送上你的名字 要送给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 现在就签好不好 没问题 好 我们的签名品我们再一下 谢谢 好 金色的笔给你 好 五张徐凯清笔签名的明信片 马上在这一轮要送给大家了 嗯 好 凯凯可以想一下哦 这一轮我们来刷什么抽奖关键词啊 嗯 要不刷跟品牌有关的好不好 那就直接精致尊珠宝吧 好 没问题 大家就可以刷起来 来赶紧我们在屏幕里面都刷起来 刷我们的精致尊珠宝 第二轮抽奖 我们还会是以截屏的方式来抽取五位幸运粉丝 我们会截满一瓶 每人送出一张徐凯的亲笔签名照 还有什么呢 凯凯可以拿起来给大家看 你的亲笔签名照 好的 随便拿一张 好的 除了有亲笔签名照之外 还有徐凯的冰箱贴一个 这个你看到了吗 好可爱 大家可以把它放在冰箱上 每天打开冰箱时候 跟凯凯来一个问候 看我一眼 对 一定要记得关注我们直播间 只有成为了粉丝之后 成为会员才可以参加抽奖 所以我们的精致尊珠宝赶紧刷起来 千万不要打错了 打错就不能算中奖 我们要把这个机会留给别的小伙伴了 好 那一定要记得哦 赶紧刷了 大家都在刷 哇 好热烈 我们会在满屏当中抽取前五位 先要成为会员哦 好你可以来倒数我 嗯 三 二 一 停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 有哪五位幸运儿 诶 这怎么可以 哦 哦 怎么这个名字有这么多 一 博乐的万里马 博乐的万里马 他怎么做到 你这个速度好快 居然刷了三个 那正好可以把另外 对 选你之后 还有把另外的几个名字 我看 一 二 三 四 真好 真正好好 好 首先恭喜的是博乐的万里马 博乐的万里马 第二位要恭喜的是 哦 这个AKA 网链教父 第三个要恭喜的是 急速卡丁车 嗯 嗯 第四个要恭喜的是 恐龙来了 嗯 恐龙来了 诶 但是你是成为会员了吗 嗯 哦 哦 哦 好 那还有下面一个是玫瑰和西瓜 玫瑰和西瓜 好 OK 好 恭喜这几位 好的 都拍到了 我们来保存一下 好 非常好 恭喜大家 千万千万不要走开 一定要留到我们直播间最后 我们稍后还会有这个小背光的礼盒 要送给大家 还会有很多的抽奖 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 恭喜这几位粉丝 一定要在后台联系我们工作人员 然后我们可以在之后 把我们这份礼品送给你 嗯 好的 我们继续来跟我们看看聊一下 其实我们知道 今年呢 你也有很多的角色跟大家见面 嗯 像陆思诚啊 白绝啊 还有深楚木啊 诶 这几个角色 你觉得在你身上有哪些影子在里面 嗯 在我身上有哪些影子在里面 对 很像这个角色的当中的一些感觉 嗯 有 比如说做事情 嗯 认真工作的时候专注 就会像陆思诚在打比赛的时候 对 特别投入 嗯 然后比如说 跟朋友开玩笑的时候 就会像 呃 盛楚木 嗯 这样的时候 嗯 然后 然后 认真拍打戏的时候就会像白绝 哇 对 对 对 很吃得其苦的那种感觉 嗯 那你这三个角色今天因为 今年这三部戏都上了嘛 嗯 你会比较 偏向于更喜欢哪一个角色吗 嗯 嗯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样 我是 我是比较会偏向于 呃 白绝多一些 白绝啊 对 因为他 他真的是 我觉得他挺惨的 他的这 就是 他 他来的使命到达这一生 我觉得挺惨的 就挺虐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说你在诠释这个人物的时候 也会觉得说 体验了他的那种啊 几世的情缘的那种 对对对 人弱的东西太多了 背负的东西太多 嗯 那从这个角色走出来会很难吗 就当你演完之后 呃 是花了一点时间 嗯 然后 就觉得 其实不是说难 就是更多的是舍不得 就觉得 嗯 我经历了白绝的一生 然后我觉得挺舍不得他的 嗯 明白 那当你就是说要投入这个角色之前 你会花多少时间去做 关于这个人物的角色建立的功课 嗯 嗯 我会 比如说 其实就是我会想一下他 白绝的前世会怎么样 比如说他可能 嗯 他很渴望去 得到一些大家的认可 对 但是呢 大家却把他当作一个 一个工具人 相当于一个战神或怎么样的 嗯 那么他慢慢慢慢就把自己的那些收起来了 是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 我做功课就这个 等到他在面对其他人的时候呢 他就会去保护着自己有一层保护色 嗯 直到他遇到了他心爱的人 嗯 嗯 对对 哎我觉得其实你的性格相对来说也是偏比较内向一些的 嗯 所以能不能这么说你会更喜欢去演这种情感很内敛 比较收的那些角色 但最后会有很多爆发的那种 因为情感内敛 然后我觉得其实是是其实是比较相对于外向来说会比较容易 我我个人觉得 哦 因为外向比如说呃演王鹿啊 嗯 或者顾艳珍呢 嗯 这些就会 其实挺累的 就那种反而更累累累累累 你每天都在哈哈哈哈笑 真的就每天在笑我我演王鹿天天笑一喊咖 哦真的笑也会笑累了到后面就笑不出来了 对一喊咖就不笑了 哦 喝口水 就这样子 哦这样的状态 哦明白 那相对来说你会更偏爱以后去演古装剧 还是更想接现代剧呢 嗯 我觉得其实会嗯 看剧本多一点吧 看就是剧本怎么样 比如说我下一部戏 嗯 就是古装戏 哇又是古装戏 对的 但其实说实话古装戏 特别有时候像那个立歌行里面 很多打戏啊 就像你说的 要吊威牙 还要骑马这些 对 说实话危险戏数都还挺高的 嗯 高因为其实拍戏 比如说很多骑马戏 经常会有很多剧图 其实真的会呃 拍着拍着就往医院送人 因为那个马踢一脚它就是骨折嘛 对啊 有些时候踢一脚可能会粉碎性啊 或者就经常会 会被马踢 踢伤或者从马摔下来 然后抬进医院的很多 对对 然后每次见到这些时候就会更警醒自己 嗯 嗯 那怎么办 就他他都拉不住 就是你喊 就是导演喊三二一的 他听得懂的 马马就横店的马听得懂 他就要起扬 他要立起来 他就一定要往前冲 拉不住的 就是要冲着一下 就整个人感觉要掉下来了之后 就等于是呃 他兴奋到这马会兴奋到什么地步 兴奋到汽车在喊三二一之前烧胎 哦 然后一开始就冲 对对对 就这样子 那这个很考验你啊 其实挺危险的 嗯 那你有从上面就是会摔下来 但是还好没有太厉害的这种伤吗 对对对 还好还好 其实打就是拍戏会经常受伤 嗯 对对对 但我觉得其实你跟动物之间 好像还是会有一种 比较特别的交流情感 就让他们会觉得很信任你 你也会很信任他 是 对啊 我觉得 大家相互了解一下吧 就他也不会欺负我 那我当然也不会欺负他 对 嗯 是的 我记得之前好像你还演那个戏里面 就是 是不是 就是在陆思诚那里面还养猫是吗 嗯 你自己有养猫吗 有啊 生活中有养猫 那个猫是什么品种的 我生活中啊 我生活中养的品种很多了 我生活中养的品种很多 比如说 上次发出来的是免婴 我看到 还有呢 还有 东短啊 还有 布偶啊 你是个超级蚕史官啊 这么多 是啊 就喜欢嘛 喜欢他们 寻生那个感觉 哎呦 真的好甜哦 徐凯真的是一个 很暖 然后呢 又觉得 嗯 是一个像小孩一样那种 有着纯真心灵的人 好 我们要抓紧时间了 对 毕竟在我们直播间里面 还有很多福利要送给大家 所以呢 我们马上也要给大家送今天直播间的最后一轮大奖福利了 那最后一轮的肯定是要加大力度了 我们将会要抽取五位幸运观众 要送上的是啊 许凯亲笔签名的一个小微光的限量产品礼盒 也包含了我们小微光的吊坠品牌定制的影响链 还有许凯亲笔签名的限量的这样的一个魔方 还有明信片 那哦 我们的小微光现在已经开始预售了 哦 就是说刚刚的一百套已经拍完了 哦 预售同样也是享受999元 我们的品牌说了 预售同样享受999的价格 那优惠直播就是结束之后呢 将会恢复原价了 所以在今天直播间 哪怕没有抢到现货没有关系 我们开启了预售通道 只要在直播间下单 依然是999的价格 但明天就不会了 所以大家要赶紧准备好 嗯 好的 首先一定要关注我们的直播间 之后我们要进行最后一轮的福利 马上就要来了 最后一轮的福利关键词 也是我们这次直播的主题 那就是许凯的占量时刻 大家可以赶紧刷起来了 千万别打错 许凯的占量时刻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抓紧时间来看一下 好 许凯的占量时刻 哦 哇 这么多人在刷 你们好给力啊 好 那你让你们多刷一会儿吧 这一轮的抽奖 毕竟还是比较多的幸运儿 嗯 你可以看看你喜欢的这些名字 然后你觉得还不错 我可以来321进行截评了 我看不清 看不清 太快了 好 你就评感觉吧 好 3 2 1 好 来看一下 这一轮我们是 好的 5个对吧 要抽5个了 只有5个了 我们来选1 2 3 4 5 那就前5个吧 首先要恭喜的是 迷你龙 SUP 还有月婉莎 以及卡布拉布达 还有塑料闪电侠 1 2 3 4 最后一个 看来没可能 看来没可能 对你看 是卡卡321接到了你 来看一下 我们摄像老师给一个特写 好 谢谢 你听到名字了 赶紧要联系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 来提供你的这个寄送的地址 好 那直播结束之后呢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把大奖送到你们身边 当然没有中奖也千万千万不要气馁 今天呢 我们在点接购物车里面可以看到 卡卡为大家清选的产品 同样有优惠的好礼要等着大家 在这里再次提醒大家 我们的小余光只有在今天直播间 在今天是我们的超级重本价 989元 现货没有 没关系 我们开启了预售通道 依然是这个特别的价格 大家要赶紧在我们购物车下单 不要错过优惠了 好的 接下来我们要到了我们一个粉丝的互动环节 因为之前我们知道 许凯的粉丝他们是真的特别的热情 所以呢 我们在我们的金指尊的官方社交平台 也收集了很多粉丝 特别想问许凯的问题 我们挑选了一些来问许凯 这一轮我们先开始 10个问题的快问快答 好吗 好 听清楚了 第一个 大反派还是校园篮球学长 大反派 大反派 想要作品红还是人红 作品红 请问许凯现在有几块腹肌了 11了 脑子也在数 13 4块吧 13 4块 12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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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多就12块 他不对称了 12块 12块 学海最喜欢吃什么菜 香菜 菜名呢 哪道菜 小炒肉 鸡胶炒蛋 做失败那两个 如果一天都没有拍戏的任务 还会早起吗 不会 睡懒觉 大概几点起 睡到自安心 你的相册里自拍照大概有多少 多少张 真的不多 大概 一千两千张 一千多 哦 很好 现在羽毛球打得怎么样了 水平有进步吗 有一点点进步 因为我已经买了装备了 可能后面会更进步一点 好的 嗯 好 如果用一种水果来比喻自己 你认为是什么 水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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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芒果吧 比如 因为我喜欢吃芒果 哦 你的偶像是谁 我的偶像 嗯 画面非静止啊 他在思考 是偶像 嗯 演绎道路上的偶像 演绎道路上的偶像 嗯 呃 我觉得能让我学习到前辈都是我的偶像 嗯 厉害了 清山高 徐凯什么时候给大家安排微博十八公格 这两天吧 这两天 哦 这两天 有福了 太好了 太好了 好好 OK 快问快答 好像还不过瘾 我知道你们还不过瘾 好的 那接下去 我们还要有很多的问题 被选的问题 让凯凯可以来抽 也满足大家 你们想问的 嗯 好 你来抽一个 先抽 先抽一个 我们要给大家多一点时间来问 哦 哎 哎 你自己读出来 当明星以后给你带来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哦 嗯 最大的困扰啊 嗯 就是可能 嗯 很多时候出行不方便 嗯 或者说很多时候 嗯 就是会影响到一些生活 嗯 对 明白 好 再来一个 嗯 我们争取全都给他给回答完哈 嗯 好 再来一个 嗯 嗯 拍昆仑须动作戏是不是很多 多 多多 又很多啊 嗯 而且他多的 还有就是那种 有种 很多时候一些小密闭空间会有一种小窒息感 因为他是要破解机关嘛 嗯 对 这就很难受 对 嗯 哇厉害了 要破解机关 很烧脑的 嗯 烧脑倒不会了 因为我看了剧本 哈哈 哎 那我 要装得很烧脑 真的 真的 啊 这个好难开 哎 那我想问一下 你平时生活中会去玩那种剧本纱吗 我从来没玩过 哦 我长那么大 没玩过密室 哦 没玩过剧本纱 狼人纱 哦 哦 那你是属于像 像是七零后啊 八零后那一代 还是因为太忙了 我是觉得拍戏已经很累了 收工还要去玩剧本纱 哦 就这样子 对 明白了 嗯 当然如果是 就不用太烧脑的 可以去玩一下啊 好 来继续 看看还有什么 嗯 想问问 我在剧组拍戏时 有什么娱乐活动 来放松自己 哎 对 嗯 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 嗯 最近新的娱乐活动就是打羽毛球 哦 嗯 哎我好像看到除了打羽毛球 你好像还会玩滑板呢 是不是 嗯 滑板已经忘了这么玩了 啊 哈哈 这羽毛球打的多一点 哦 羽毛球打的多一点 那你会带一些 比如就是那种适合小型不用太占空间的那些娱乐设施啊去你的那个剧组吗 嗯 或者放在房间里可以时不时玩一玩游戏机啊或者是那种什么平衡的那种 那倒不会了 小小小小那个会去小雅琳 小雅琳去 对对对对对 娱乐设施 嗯 好 好 那下面来再来跳 好 就跳完呗 就跳完是啊 我觉得今天是充分时间 所以我们好好的让凯凯可以有更多的战量时刻跟大家一起来交流 嗯 在减肥道路上遇到最大的阻碍是什么 嗯 有吗 当然有了 哦 不需要减肥啊现在 啊 嗯 回回家一趟还是胖了不少 胖了几斤啊 嗯 具体也没算 就反正家人嘛 就天天哎 这么瘦 你狂逼我吃 嗯 那家人不在时候你觉得是哪个是你半小时呢减肥的路上 我觉得是 我的 工作吧 我我我我的那个有时候呃打戏吧 打戏 因为你想啊我我我以前就是经常想着啊不吃了不能再吃了 但是 拍到很晚打戏拍过来就全身都筋疲力竞嗯 很像补充的营养 那也必须的要对服务一下自己 对对对 然后半夜嗯 什么东西吃呢只能吃就是外卖浇的那种方便一口下去那种什么东西 太饱 哦 哦 OK 那今天是吃完饭过来开工的 嗯 所以今天应该不用吃宵夜了 今天不是 现在都不怎么吃 哦 现在都不怎么吃 好 OK 嗯 嗯 还有最后三个问题 嗯 好 嗯 什么时候拍新的Vlog 你今天微博上面还发了什么Day 2的东西 还有Day 3 Day 4吗 嗯 应该有吧 应该有 嗯 嗯 这两天吧 这两天给到你们 嗯 刚刚你还承诺的什么18公格 你也说这两天啊 是啊 都是这两天嘛 这两天就是指今天和明天啊 就这两天啊 嗯 明天后天吧 可能 嗯 那就最近这几天 对吧 不要把自己这个限制的那个范围那么死 啊 好 说到做到啊 嗯 好 最后两个问题 你先想选哪个 这个吧 啊 好 做 这个太太自怜了 啊 从小到大颜值对你 带来 你觉得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哦 嗯 因为我记得你之前说给自己颜值 满分12分 你打了三分 四分吧 好像 多一分 哦 三分还是四分 忘了 你这个过分虔虚 这个有点 不是 我觉得 得比骄傲 最大的好处就是 遇到热心 帮助你的人挺多的 哦 对对对 那我觉得应该是你长得比较善良 而不是长得好看 哦 这样啊 哈哈 好 我觉得就是身边好心会变得很多 就是乐于帮助你 对对对 嗯 这个很重要 就是以真心换真心的感觉 对对对 嗯 而且你是个懂得感恩的人 我觉得 是的 必须的 必须的 嗯 好 最后一个 一个 新剧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嗯 上部剧吧 下部剧 下部剧 下部剧吧 下部剧我不知道哦 啊 那上部剧吧 你觉得最大挑战是什么 嗯 最大挑战 嗯 嗯 就是嗯 就是嗯 最大的挑战 嗯 我觉得是 词也是一点 还有就是破解机关也是一点 嗯 虽然我刚刚说破解机关它其实很多是剧本嘛 对啊 但是它呃 它那个地形你想象不到就其实挺凹凸不平的啊 各种其实也挺危险很容易受伤 嗯 然后那个词就是 各种什么五门八卦阵啊 什么什么挂 很拗口啊 对挂什么挂什么挂的 嗯 哎那你背台词时候你有什么方法吗 就可以让它这个一整个Q下来就很流利的 不用过很多遍 对于上部戏很多泰赛说没有方法 哈哈 死记硬背 就大家在聊天的时候我一个人在角落 真的啊 一直在背 你是那种默默努力的人 嗯 因为太难记了那些词 嗯 嗯 最多条咖的是有多少条 你有算过吗 那倒没多少条 呃 五六条吧 哦 那还很好 对对对 因为词是 那天是满夜的时候他会咖这么多 嗯 一般不会咖 那坎开还是一个比较认真的人 你看五六条就可以 哪怕很难也都可以过了 嗯 厉害 哎呀 其实你看问题都暂时回答完了 而不知不觉呢 已经到了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尾声了 所以今天也是非常非常开心 可以和徐凯一起能够共度我们金志尊珠宝新品 战量钻石系列的发布会 也见证了战量广告片的首发 还和凯凯可以聊了这么多有趣的互动 真的非常的充实和满足 当然今天呢 也不仅仅是一个我们新品发布 我觉得同时也是借着我们战量的钻石系列首发 传递给直播间的每一个朋友 还有徐凯的粉丝们 一种我觉得是勇敢地去面对生活 敢爱敢想敢做的精神 就像是我们的金志尊珠宝 在点亮每一个敢爱的你那种感觉一样 嗯 凯凯有什么感觉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的 爱会让我们更加自信 期待金志尊下一期新品的发布 然后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金志尊官方 也可以在里面关注到我 对 今天因为真的好多粉丝都来到我们直播间 可能一开始对吧都会出了一些小小的小插曲 但是最后我们都还是见到了大家 你们真的太热情了 那粉丝守候到了最后 你还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的吗 嗯 希望大家面对所有事情 一定要保持热心和勇敢 嗯 去追求 敢想敢做勇于表达 随时准备好迎接属于自己的战量时刻 嗯 加油 真的说得太好了 没错我们每个人呢 对生活都应该包有一种积极向上勇敢的状态 因为在稍后一个小时之内 我们还会有很多的凯凯周边的一些福利惊喜 为大家来送上 如果你有各种问题 也可以欢迎咨询我们的客服进行沟通 稍后我们还会有主播为大家来继续解答 所以再次感谢大家 祝你们今晚都会有一份好心情 谢谢 谢谢大家 跟你们一起说声拜拜咯 拜拜 拜拜 谢谢你们的守候 谢谢你们